新增新增了21例的死亡 只有38例的死亡 记者会宣布确诊死亡数 每隔几天就创担任新高 指揮中心公布致死率2.04% 小于全球的2.16 是从去年的2月15号首例死亡开始算起 但这么算外界认为 恐怕很难反映真实情况 应该从疫情最严重时期开始 也就是双北5月15号升三级 算到6月5号 光22天就多了212人死亡 得到致死率2.19 其实已经高过全球平均致死率的2.16 眼下最重要的是防堵疫情 但就怕挡不住感染科医师黄利明认为 致死率偏高 逐因是确诊数无法下降 加上以中高年龄层确诊者多 若疫情往中南部扩散 进入老年人口更多的农业县市 死亡数及致死率还会上升 5号台湾一口气暴增37例死亡 其中按63805月23号离世 却到5号才公布 出现近12天的时间差 周恩祥推断延迟通报原因 一是确诊未就医 二是就医未被诊断染疫导致延迟 也被质疑难不成有个案通报死亡 却没公布 已经没有办法完全找到可能的传染源 所以在那个社区发生一些 在诊断以后 在死亡重症以后才发生 那个确诊的情形的话 这个是好像是不太能够避免的事情 对此指挥中心回应 一家六口确诊 所有个案已在5月30号到6月1号公布 死亡个案5月31号也已经公布 绝对没有隐匿 也公布SOP 确诊个案在医院离世 会有医师开立死亡诊断书 7天内通报由院方输入资料 上传通报系统 家中死亡者则由家属到乡镇四区公所 办理死亡证明 上述都可能产生延迟问题 只要一掌握 就会立刻疫调公布 TVBS新闻 张照好 文轩同 泰宝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